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个设置线程的优先级 叫Set Priority 设置线程的优先级 这个方法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是可以看到一点效果 好我们来试一试 Priority Ctrl C Demo7 Demo7 Priority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要设置一下这个线程优先级 如何去设置呢 THIAD THIAD 然后T就等于了 New一个THIAD Thread 然后来一个PublicVoid Run 然后S4来个4一句 Int I就等于了0 然后呢 I就小于1000 然后来一个I加加 SSO 然后来一个getName 加上一个 来A吧 好这是创建一个 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 复制 粘贴 然后这是T2 一个是T1线程 一个是T2线程 然后呢我们现在设置一下它的优先级 这个设置优先级呢 我得带你看一下圆码 Ctrl Shift加T Thread THIAD 然后呢 Ctrl O Max 大家看 有一个Min Priority 还有个Max Priority 来看一眼啊 那么 线程最大的优先级是多少啊 是不是10啊 那么默认的优先级呢 是5 就是你不设置 它就是5 最大是10 然后呢 最小是1 那么你给这些静态的长量可以 直接给值也可以 但是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就是不能超过这个1到10这个范围 好 那现在我们来设置一下啊 T1点这个SET Priority 然后我们来一个10 然后呢 T2点这个SET Priority 我们来一个1 一个设置最大的 一个是设置最小的 让T1点这个START 让T2点这个START 好 我们来运行起来 大家看一下 运行 看一看啊 都输出A啊 看不到效果了 来运行 那么我把G1的这个优先级设置比较大 意思就是什么呢 执行它的次数比较多 来看 但是呢 你发现好像并没有什么什么用的 在这里面倒是执行多了 执行次数比较多 然后逐渐又怎么样了 是不是交替执行了 执行的A还是相对来说多一些 相对来说多一些 然后B呢都留在后面了 那么咱们再换一下啊 这是设置 设置最大优先级 好 那么我们再来 在这里来一下 T1点这个SET Priority 然后来一个THREAD THREAD THREAD 点的一个 MAX Priority 这个设置为me 设置为me 点 me Priority 然后再来 T2 T2 点的一个SET Priority 然后来一个THREAD 点 MAX Priority 好 看到了吧 我把T1设置为 最小的优先级 把T2设置为 最大的优先级 给它俩反了 跟之前这个相反啊 来这回再运行 那么大家来看 那么T1 实行的是 这个1000次有点多啊 看着不爽 来100次吧 好 他也来个100次 来运行 大家来看啊 好像起了点作用是吧 在前面的话 没起多少作用 然后呢 这回 執行B就比较多了 然后執行这个A 執行一次 然后執行B 然后呢 又執行的是A A都扔在后面了 稍稍有点作用 但是不是那么明显啊 所以这个就是 设置线程的预先级 那这是设置最大 设置最大的线程 优先级 那么这是设置 哎 这是设置最小啊 设置最小 这个是设置最大 设置最大的线程 优先级 好了 那么这个支点呢 咱们就说到这里啊 那是设置最大的线程